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 國道一號北上三百四十公里 就是高雄的路逐交流道附近 可以看到一輛兵士車停在路間 燒成一團火球 火勢相當的猛烈 從遠處就能夠看到火光 後方的車輛紛紛是減速慢行 我們來看當時的現場情況 上方隊到場以後立刻灑水救援 火勢迅速就撲滅了 而駕駛是一名身障人士 好險他逃得快捡回一命 他說原本開得好好的 結果突然在半路上 聽到車子碰的一聲 接著開始冒煙 他趕緊把車停在路間 下車打119 但是才一回頭 車子很快就燒起來 駕駛也說 這輛是剛買的二手兵士車 也在原廠保養過 不知道怎麼會突然起火 讓他也很納悶 以上是來自高雄現場情況 時間鏡頭交還棚內主播 XDDD